很多人呢 都採取這種半蹲的知識 尤其去上公共廁所 半蹲懸空的話 其實你肚子在用力 骨盆底肌其實也會跟著用力 它的小便次數 一個小時要尿好幾次 可是你看 它尿出來的量 連一百CC都不大 腳要打開 腳要打開 對 然後身體往前 我起的時候 你如果在做提肛運動 會覺得更堅挺 也有研究發現說 如果你的骨盆底肌 比較強力的話 週休二日 跟陳月卿一起 動手做健康 有種種一種 跟陳月卿一起 請教我 跟陳月卿一起 跟陳月卿一起 做健康